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要装糊涂了 我当然就为了那个来的 嗯 你再回来我可要叫了 你叫啊 你竟然都不怕了 为什么好顾忌的 小鱼中了混混小马哥的算计 来到博二庄的后门向丫鬟购买推荐书 不曾想丫鬟没有等到 却等来了博二庄的大小姐宇文霜 小鱼见宇文霜一问三不知 以为她是没有见到钱在装风卖傻 立刻从怀里掏出了十两银子 十两银糟 跟我到一花运就玩大半天了 不要脸的色狼竟敢跑到博二庄来撒野 去死吧 你疯了 你不卖就算了 干嘛还那么凶啊 宇文霜把小鱼当成了嫖客 对着小鱼拳打脚踢 要好好地教训小鱼一顿 小鱼刚开始为了推荐书有所忍让 哪知宇文霜却得寸进尺 让小鱼忍无可忍还起手来 可很快一个美丽的意外 让两人瞬间暧昧了起来 你欺负我 我 明明镜你欺负我 你找什么名字 喂喂喂 我是来买推荐书的 用不着报名字吧 推荐书 得知小鱼是来买推荐书的 宇文霜这才明白误会了小鱼 可小鱼毕竟夺走了宇文霜的初吻 宇文霜还是生气地咬了小鱼一口 进入博二庄后关上了大门 气得小鱼破口大骂 认为宇文霜拿了钱不办事 而宇文霜从未见过这么有趣的男人 失去初吻的他反而心里美滋滋的 次日清晨 在宇文霜的示意下 博二庄的马总管故意设局 拿着推荐书在街上闲逛 小鱼和吴继果然中计 前来抢夺马总管手上的推荐书 正所谓一个怨打一个怨挨 小鱼和吴继也没有想到 如此轻易就得到了推荐书 说他已经按照大小姐的吩咐 把推荐书让他们抢走了 嗯 讨厌鬼 你真以为你的三脚猫功夫 可以打败马总管 你呀 手臭美了 宇文霜被小鱼夺走了初吻 这才想要让他进入博二庄 然后好好的炮制戏弄一番 然而宇文霜的所作所为 却被喜欢他的大师兄段天保看见 因此对小鱼怀恨在心 两个时辰后 小鱼和吴继拿着推荐书来到博二庄 这才发现那个被抢走推荐书的男人 就是博二庄的马总管 顿时心里大呼不妙 真可谓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是啊 早知道您是博二庄的大总管 我们也不必大背周章 急给您打声招呼就进来了嘛 哎吴继 马总管看在宇文霜的面子上 并没有为难小鱼和吴继 放任两人参加了博二庄的考核 博二庄的考核共有三关 凭借三关的总成绩 录取前八名为博二庄的弟子 第一关 手快 博二庄考核的第一关 比拼的是手速 博二庄作为天下最大的赌方 赌记的天赋至关重要 弟子的手速自然要过于常人 吴继和小鱼两人武功不弱 轻松通过了这第一关 第二关考核的是衍明 博二庄弟子拿出了两块黄布 上面总共有二十个字 是由金山巨三四字打乱顺序而来 极其考验人的记忆力和眼力 断天宝为了针对小鱼 故意亲自前来考核 说 三金三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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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金三两三 啊对不起 刚刚最后的三金三两 是我送给你的 是我出生时的重量 小鱼轻松通过了第二关 让大师兄断天宝哑口无言 随后是考核的第三关 断天宝让人蒙住考核弟子的双眼 又叫来一支乐队 各种各样的乐器同时响起 这让小鱼和无尽明白了过来 这是要考验他们的听力 好 刚才 两个鼓三个锣 一个拔在一个左那 诶 全中 我不是要问你这个 那就是五十八奖鼓声 四十四奖锣声 还有三十一奖八奖 我也不是要问这个 我要问的是 我到底走了几步 断天宝解释这第三关 是要考验众人在嘈杂的赌场里 听觉的敏锐度 断天宝的话音刚落 便有人回答是十九步 小鱼和无忌表示是错的 然后同时说出了答案 答案应该就是 十八步 为什么 其中有一步 你的脚又完全提起 只是提起脚跟 便在落下 所以脚踏身虽然有两下 可是那一步不能算是一步 对 完全正确 很明显十八步才是正确答案 小鱼和无忌两人 就这样成功加入了博二庄 而宇文双从马总管口中 得知小鱼已经通过考核 那是非常的满意和高兴 我那要看看你这只小猴子 如何逃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